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我已經在節目中預告過了 台北股市還沒有死 還可以繼續玩 對不對 那根據什麼呢 老船長根據你的直覺對不對 你很厲害 不是 我說過了 大盤台北股市掛了沒 短線走空了沒 不是我說的算 要用人工智慧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講的 奇怪 你桌上怎麼沒有這一套系統 這個真的只要一秒鐘 只要一秒鐘 對不對 AI 我去年5月1號就推出來了 你們現在還在喊AI A的半天對不對 全部都套死了 然後桌上沒有一個AI的操盤系統 這個叫嚴型不一 對吧 你操作股票你就要有AI的系統 這樣子你再去買AI的股票 你就不容易套牢 是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台北股市 先把小指頭拿出來 來叮咚一下 看到 對 叮咚 有沒有看到 請導播照鏡 對 好 台北股市還是在短線多方架構 大盤很少會 一下空一下多 不會 你看照整張 前面這一段對不對 多方架構 當然這一段 還是有很多空頭大老書 每天睜眼說瞎話 叫你放空 然後在這邊幾天耀武揚威 會員根本就沒有賺到錢 這一波大多頭 完全沒賺到錢 而且被嘎死疏死 對不對 這幾天耀武揚威一下 又被嘎上去了 那現在呢 前兩天回檔 我跟你們說不要怕 因為台北股市還在多方架構 不是我說了算 是王冠AI系統說了算 那任何的股票市場 上漲做壓回的動作很正常 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 如果這個高點是左肩 下去還有右肩讓你逃命 你怕什麼 而且它也不是左肩 那量爆很大 看一下 你是沒有看過量是不是 什麼叫做爆很大的量 這裡 這裡就是貨櫃三雄 泡泡龍 楊妹妹 跟什麼海公公 那時候一天爆出怎麼樣 一百萬張的量 一檔股票 所以那時候股市衝上 7000億 各位記不記得 所以現在很難再爆出那麼大的量 但是相對來說 我們就認為這個地方 它不是頭部 對不對 那也許未來爆這麼大的量 會是誰 很有可能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AI 是不是 往往爆大量就是有人認同 有人不認同在對幹 是不是 就是一堆人要買一堆人要賣 一堆人要賣 撮合成交量才會大 那一堆人要買沒有人要賣 直接漲停索沒有量 或是一堆人要賣沒有人要買 直接跌停索沒有人要買 那就跌停索沒有量 這樣各位懂意思 這個叫嘗試 這個不叫知識 所以很多人說 4000億要死啊 對啊 那這7000億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把這個時間拉遠來看 我覺得台北股市 還是有機會來挑戰這裡的 最起碼你看這邊的量有沒有 已經大過這裡的量 所以量是架了先行 我認為它應該會過 對不對 老船長 這個量呢 這個量是叫畸形量 這個在 我跟你講很多事情的分析 它都所謂例外 像統計學有沒有 我們根據96.5%的信賴區間 你學過統計學 你就知道老船長在講什麼 那兩邊的叫極端 中間的叫正常 過去航運股爆出100萬張的量 單一個股 那個是畸形 你不能夠把那個來列入 股票市場的考量 那個時候叫做學生都跑出來做股票 所以那個量才會特別大 現在學生都不做 都扣掉了 學生股王都倒了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個全國只有我會分析給你聽 你才能夠理解 你才能夠懂 所以看老船長的節目 你會學到東西 別的老師在胡說八道 你就要他解釋為什麼 7000多億的量 現在4000多億 第一個也講不出來 對不對 然後他跟你講說 7000多億不會過10了 只是那個叫做畸形 那叫統計學 排除在外 根本不需要考慮 我們真正要考慮 這叫正常量 已經大過這邊的量 所以我認為這個18多少 應該會過 那接下來還要漲什麼股票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報告 你們最關心的AI股票 對不對 AI股票 為什麼有的跌有的漲 很簡單嘛 你要先看 擒賊先擒王 第一個漲的 漲得最兇的是誰 這一隻啊 做股票你一定是先看這個嘛 對不對 這個老大呢 他有沒有跌 有啊 他關緊閉啊 對不對 跌了這一段下來之後 關緊閉嘛 關關關 關到這邊已經怎麼樣 量都沒有了嘛 是不是 那這個地方什麼時候 緊閉結束 下個禮拜四 那叫猛虎出霞 懂嗎 那其他的 老二老三要不要跌 要啊 人家老大都有跌這一段啊 所以你看3706 我測標也有寫嘛 對不對 這要不要跌 當然要跌 老船長這個怎麼跌那麼兇啊 神達 他又不是老大 老大是誰 3231啊 所以你們做股票 也有這種觀念 你要買這種AI股票 他第一季沒有賺錢 沒有關係 我說過 沒有賺錢的公司 對 甚至虧損的 你去買 只要你能夠賺錢 你就很厲害 那股票市場沒有規定說 虧損公司不能買的 對不對 但是你要帶會員買 你就要怎麼樣 讓會員賺錢 怎麼樣做AI的股票 能夠讓會員賺錢 他一路漲很多都不敢買 對不對 因為基本面沒有那麼好啊 甚至還虧損了 股價這樣飆 很多不敢買 因為違背了我們過去的認知跟怎麼樣 嘗試或是知識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AI 真正有賺到錢的人 其實非常少 都是短進短出 進去又出來 那我跟你們講 他未來還有一波大行情 那先看這一支 叫3231 他是老大 懂不懂 他先穩住之後呢 下禮拜是猛虎出霞 這叫什麼偽創 但是呢你買措支 你買到這個 就讓你跌得很舒服 很愉快 對不對 看我的測標 叫做綠油油 其中有一檔嘛 3706 沒有錯吧 那3706都是投顧老師 拿來招收豬腦袋會員的 你的老師 Your Teacher 有沒有帶你買這一檔 你有沒有套在這裡 有啦 上節目都不講了對不對 恭喜你第一個你是豬腦袋 第二個你被詐騙了 八兩成皮 股價先輸死嘛 這個都超過一支跌停了 對不對 他還不帶你停損嘛 然後他今天節目講別支股票 那你就要確定他在詐騙你 你可以跟主管機關怎麼樣 檢舉 明白嗎 好 那除了神大以外 還有啊 前兩天不是病病給我的嗎 2356 他其實也不是老大 所以他也回的怎麼樣 這兩天回的比較兇 他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翻證嘛 還沒有開始漲嘛 因為剛剛關緊幣 剛剛關 聽得懂嗎 這個有沒有關 3706有沒有關 關起來了 所以關緊幣的AI股票 剛關的都要跌 那誰關最久 誰先進去關的 當然老大嘛 3231創維嘛 是不是 那你要看創維翻紅了 你可以去買創維 另外的還剛開始關 正在關的 你就怎麼樣 不要去碰他 其實要買就是買老大嘛 對不對 另外看一下2382 這個沒有關緊幣嘛 對不對 他就直接漲了 是不是 他再漲關緊幣又要跌了 來 這支是什麼 除了廣大以外 還有呢 2353 這也是讓你舒服一下嘛 對不對 老船長的測標沒寫 很多支啦 這都追嘛 頭顧老師都表演紅機嘛 對不對 有沒有 帶你買紅機的 現在敢辦講紅機 不敢講了 是不是 還有這一支啊 2376 技嘉 你看他有沒有關緊幣 還沒嘛 所以老船長講的沒有錯 關緊幣就要先開始跌了 你們要小心啦 這些股票他們都是排在3231的後面 你真正要買的 如果你前面波段 你不敢進去買的 你就是買老大 3231的創維 這樣懂意思 這個邏輯才通 那雖然創維現在關緊幣 你不要怕 下個禮拜四 猛虎就書俠 我認為AI還會再漲一波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趕快看完這個之後 我有很重大的事情 非常重大重大重大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 節目你千萬今天要看完 並且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有機會賺一到兩倍 老船長你要開始詐騙了嗎 從來沒聽過你這樣講 對 我從來沒這麼講過 所以你把節目看完 好 我們現在看第一檔 6451 何許人也 6451 保證舒服 這一檔股票叫訊星 對不對 今天跌下來 你要注意喔 它現在還沒有翻成王冠黑 但是它朝黃金線邁進 明天再一根跌停 它可能就會翻成王冠黑了 那我給你看的意思是說 這一支股票在哪裡買 不用參加投顧 買這裡就好了 買這裡能不能賺到錢 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可能觀眾才看得懂 對不對 那你這邊才去買它的人 你就要小心了 6451 今天怎麼樣 送你超過一根跌停 超過喔 不要亂來喔 老船長 跌停就10%還超過 這裡啦 4% 開高追喔 待會漲停鎖 嘎掉舒服 啵 碰 碰 氣 這個就是愛追股票的下場 這個沒有人救得了你 對不對 第一季只有賺0.52 然後呢 嘿嘿嘿 股價高達100塊以上 這是亂七八糟 跌的時候 你們才會擔心 沒有跌的時候呢 欸 無所謂 對 無所謂 對不對 這裡也是頭骨老師表演 我說過 頭骨老師如果帶你買這 買這也都還不錯 有高點賺對不對 就怕帶你買這 咚 跌停鎖住 是啊 還有幾支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是這支股票的 主力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今天帶量 長黑 後面還有第一點 導播 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想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 我們再看下一檔 4154 舒服 老船長 我也有這一支怎麼辦 我告訴你怎麼辦 看著辦 這個不知道是哪個天兵 還會再去買 你有沒有看過這麼離譜的股票 對不對 我們的系統早就告訴你 不能買了 不相信了 來來你來 我們把這股再縮短一點 對不對 這說不完了 哈哈哈哈 這一支股票真是太離譜 4154 還關門放狗 對不對 不用講這一定是賺鴨蛋 第一季一定是虧損 所以我常講 不要去買虧損公司 盡量不要好不好 要你也是走短線 而且你怎麼會去買 王冠黑的股票呢 莫名其妙到了極點了 對不對 一直都王冠黑 根本就不能買嘛 好不好 好 下一檔 3289 3289 我希望你都沒有了 這支更舒服 早上漲超過5% 等一下漲停鎖了 老船長看不懂這種股票 他一定不會帶會員買 對我一定不會 對我一定不會 啵 啵 關門放狗 這個很舒服啊 對不對 有沒有 不要再追了 真的 3289 是不是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老船長再把這個放大 等一下 我們再把剛剛的那檔股票的 圖再放大 對讓你看清楚 這一支股票叫宜特 宜特什麼時候買比較好 老船長是看不出來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來 好像有人覺得在這邊買不錯 王冠剛剛紅買不錯了 但是有的人覺得在這邊買比較好 因為買完會跌停很舒服 那我也沒有意見 各位觀眾有安裝系統 跟沒有安裝系統有沒有差別 你問3歲小朋友都知道 但是有人鐵齒啊 嘴巴天天講AIAI對不對 然後去買AI的股票 一買就套牢啊 笨得要死對不對 然後呢 操作股票不用AI 相信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神答騙完了 音樂答騙完了 對不對 現在要騙什麼 早上帶你追宜特 好厲害喔 受不了 再來 再來是什麼 1513 這一支比較冤枉 去買的人 好 在這 在這 請導播到最近 在這裡喔 各位朋友 就載送你跌停啦 1513 看到沒有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三天三支停板 關門放狗 鎖三萬九千多張 採購弊案 買到這種股票 你也很倒楣啦 說真的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老師帶你買 我相信絕對有 那就是比較衰小朋友 或者是講 比較衰小叮當的老朋友 不是這個老師 因為 老師有時候運氣不好 你跟他那種運氣不好的 可能是壞事做太多的 你最好是閃他遠一點 好 再來看這一檔叫做 6124 老船長有老花眼 6124 舒服啦 一樣的道理 這一支股票 它叫做夜牆 對不對 哪裡買比較好 我又不知道 奇怪了 老船長那麼白癡 這邊買好不好 很好啦對不對 有人要在這邊買 買完以後就很爽啦 有沒有 老船長在鬆細 好強喔對不對 這樣子可以拉上來 等會一定會漲停板 趕快買 買完就死了 好 看到沒有 用我們的系統 你要買夜牆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押房子買 都可以賺翻 我剛剛前面講這些股票 都一樣啊 不是不能買 是你買的時間不對 因為這些也不是地雷股 對不對 除了中興店 有採購弊案 那真的是衰小朋友 好 再來我們再來看這一檔 叫做嘿 嘿 剛剛按過了3706 再給你看一次 再回味一下 對不對 神達 一樣的道理在這邊買 對不用參加投顧 在這裡買都買奇掌點 是 對不對 再回味一下 老船長你好壞 我們有神達 對不對 我管你的 你會員又不是參加我 參加我的 你怎麼可能會有神達 對不對 要買買在這裡 買哪裡 這邊隨便買都可以 你的老師帶你買這裡 買完在節目上表演 一個燈兩個燈 然後怎麼樣 事實上你是買在這個 天花板上的燈 然後摔死 對不對 當然AI還沒有結束 只是你找錯老師 對不對 你如果 你的老師如果真的懂 他會知道說 萌虎快要出霞了 對不對 3231才是真正 你要買的 因為他老大 主力都在做這一支 對不對 就像你要買那個 鋒利發電 你也是買這一支 1519 華晨 我講過多少次 我說你要買鋒利發電 一定是買龍頭 你偏偏去買1513 我什麼時候在節目上跟你說過 這個會好的 對不對 所以買就是買龍頭 而且龍頭剛好又是 主力在炒的 這樣大家明白嗎 好 我有一個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非常重要 你仔細聽好 只有一天 今天這一集的機會 大家知道老船長 不會隨便亂講話 這是我做節目 十幾年來開大門走正路 那一般來說參加我的特別會員 當然費用會非常的高 這不用講 你參加別的老師的費用會更高 因為他們更會騙 對不對 但是我收的費用 是我覺得說 良心過得去心安理得 但是很多散貨朋友 第一他捨不得出 也有可能 第二個他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對不對 但是他又很想要 老船長親自帶他買 好 那我告訴你 我現在手上 我有研究一個產業 那有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聽好 他做的東西是半導體的 關鍵性的原料 那現在 這個我認為全市場 還沒有人有這個慧眼看出來 那老船長已經看出來了 不過我覺得時機 還沒有非常成熟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檔股票 它的成交量 目前是乏人問津很少 大家不懂 不了解這個產業 那我很喜歡去研究這種東西 因為我覺得 一輩子只要遇上幾次 大概就發財了 那我個人估 注意喔 是我個人覺得 我的分析結果 我認為它有可能漲最少一倍 最多兩倍 就最少100% 最多200% 我沒有亂講話 當然我沒有說保證 因為主管機關第一個規定 就是不能夠保證獲利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他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現在很簡單 一般會員 我今天給你一個機會 就一次 你看我節目這麼久沒有 就是說你雖然你是怎麼樣 只有辦法參加我的一般會員 因為特會太貴 但是你今天打電話進來 你參加我的一般會員 我會讓你生成特別會員 但是只有今天 而且只有三個名額 這我都講真的 因為我不要多也不能多 那這三個名額很簡單 你聽好 因為這一檔股票 它現在是沒有量的情況之下 可是將來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會大量大放一彩 全市場在追捧 我會預見未來 因為我知道這個原料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看現在很多什麼AI 高科技 沒有它就不行 但是有做它的要獨門的 這才有用 而且人家真的已經做到怎麼樣 亞洲No.1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那為什麼說只有三個名額 很簡單 第一個我讓你只要交一般會員的會費 讓你生特會 因為這一檔股票 我會先帶特別會員慢慢買 怎麼買 一天買個三張 最多五張 第一個不能夠讓大股東跟主力發現 所以我節目 未來這段時間我不會公開 然後你如果今天是 你只有能力參加我一般會員 你今天打電話進來 參加我的一般會員 我讓你生成特別會員 就是我們專人親自 我辦公室電話親自帶你做 今天買三張 今天有機會多買兩張 就買五張 明天休息不要買 這三個很幸運的朋友 你們可以有幸加入我的特別會員 來慢慢買這些股票 譬如說舉例子來講 你買了100張 是不是要花一段時間 沒有關係 你有耐性 如果你去想你每天買三張五張 然後你買了一段時間買了100張 對不對 你可能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它開始發動漲一倍 甚至兩倍 一倍的話你如果覺得可以 你問老船長可不可以出 我也會帶你出 那一倍的話100張你想想看 要賺多少錢 幾百萬 對不對 那你們看我做分析師做這麼久 我有這樣講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要遇到一檔股票好 很難 我過去在我年輕的時候 就當分析師的時候 我抓到一檔股票 結果漲了四倍 大家都知道哪一檔 我就一戰成名了 那一檔是被我先發現 公司的產品我也研究過 一定會在台灣大賣 結果沒有人罰人問金的時候 那也是一樣對不對 結果會員買進去漲四倍 所以我這次講漲一到兩倍 也不誇張 那你看經過了十年 又遇到這一次 我希望你等一下打電話進來 然後參加老船長 尤其是測標有這一些的 或是你又套在AI的 沒有關係 你用這一檔來翻身 那我先講 我在節目中 未來這段時間我不會講 等它真的發動的時候 我的一般會員也上車了 然後我才會公開 那時候你可能跟我們差了 大概八九十%的時候 也許我就公開了 各位懂意思嗎 我的目的只要我的會員 賺到翻過來就好 我並不在乎 我在節目上 表示我的會員多會賺 賺了多少 然後可以招收會員 你們看我不是這種個性的人 我就要真正讓我會員賺 那這檔股票一定要保護得很好 市場上當然沒有人知道了 那我知道的就是 這支股票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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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他在注意 這樣懂意思嗎 人家注意很正常 因為人家也請研究團隊 明白嗎 你準備好 只有今天一天 這個明天就沒有 五四 想要申普惠申特惠的 只有今天打電話來 有機會 而且只有三個名額 現在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有機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